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BangBang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個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完題目 他就問我們 Which of the foreign quadratic asserts is not in its simplest form? 最簡單的形式去表示 不是 我自己眼睛看下四個答案 我自己覺得答案我馬上圈 就是D 為什麼呢? 不如我在下面解釋給大家聽 就是由於 如果我真的寫長題目 要解釋我就會這樣寫 由於這個開方筋24 慢慢來 不要急 慢慢來 由於這個開方筋24其實是什麼呢? 你看真點 其實開方筋裡的這個24 其實我可以爆成為4乘6 4乘624 頂部就照大 或者開方筋照大 之後我自己又想 其實我也教過大家 兩個數字雙乘 把大帽放進去 把大帽放進去 可以分開帶 簡單來說 我們有一條公式 不如我抹在這裡 好嗎? 拿著綠色筆抹給你 這裡我將會用 就是 A乘B 它的開方筋 它的開方筋 就會等於什麼呢? 就是 頂部分開帶 就是 開方筋A B 就再乘回 開方筋B 開方筋B 我把它當成一條公式給大家 根本上這個是一條公式 OK? 可以嗎? 給你一個黃色的開方筋 讓你溫習得更快 所以 根據這條公式 你會看到 兩個數相成 把頂大帽放進去 等於 頂大帽分開帶 就是 A乘B 所以 頂大帽放進去 裏面 4乘6 等於 頂大帽分開帶 分開帶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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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 所以換句話來說,甚麼是開方筋4 其實你按機都知道,或者心率有數224 2的2次方 按機開方筋4 或者你自己的心率有數224 所以開方筋4其實是2 乘回後面的開方筋6 所以2乘以開方筋6 乘好你可以省下的 就是2開方筋6 所以其實我們心率有數 我都可以回回人 所以開方筋24 先寫英文給大家 中文同學等我一會 就是is not in its simplest form 中文同學 所以開方筋24 不是以最簡的形式表示 其實抄都可以抄 中文同學自己抄 好,終於完成了 那就檢查一下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甚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今天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